1991年,重庆市一家信用合作社,到乡下找到一个名叫蒋成的老人,并带来一张2400元欠款的单据,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天价巨款,但老人却并未赖账,而是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卖掉,做够2400元还给了银行工作人员。 老人的儿子很不解,自己的父亲一辈子勤俭捷约,怎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?在儿子的追问下,蒋成老人陷入回忆慢慢道出了事情,蒋老先生出生于1928年的重庆,那一年我国发生了著名的皇姑屯事件,张作霖在回东三省的专座途中被爆炸袭击,最后重伤不治而亡,这也是抗日战乱的起点,在蒋成的青年时期,正值我国最混乱的年代,军阀混乱外国入侵。 从小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他暗暗发誓,赶走外国侵略者,让老百姓早日过上好日子,在21岁那年,他依然决然得选择了参军。 这年也是新中国成立的一年,本以为一切已经趋于和平,剩下的只是恢复国家经济了,没想到的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,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,再加上朝鲜政府请求援助。 于是,我国派出人民志愿军前去支援朝鲜,蒋成就是人民志愿军中的一员,说起抗美援朝,不得不提的就是上甘岭战役。 此次战役是中国志愿军与联合国军,在上甘岭展开了一场战役。 此次战役的炮兵火力密度,已经超过了二战的最高水平。 这场战役成为了蒋成一辈子难忘的回忆,当时每天都有无数战士因战争死去。 第一阶段的四十五师在半个月内,就打光了五千六百人。 四十五师共有二十七个步兵连,其中有十六个连,因为战士全数阵亡而不得已出现。 可见当时战斗的惨烈,能在此次战役中存活下来的战士,都是幸运的。 而蒋成就是其中一员,当时上甘岭高低,已经连续血战了四天,只剩下二十四名战士继续坚守。 蒋成所在的九十二团,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奔赴战场。 蒋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上了火线,他的任务是在战斗中压制敌人的炮火。 但这何其困难,因为当时我军和美军的装备差距很大。 想要完成任务简直是难如登天,即便是九死一生,蒋成也毫不畏惧。 据蒋老回忆,当时战情吃紧,所有一线同志都持续作战了很多天,大家也都已经精疲力尽,但却仍然要保持精神高度集中。 突然狄机的炮弹落在他身旁,他当时扛着机枪,黄芒之中拉着战友一把拖进了旁边的深坑,并且寻找一切反击的机会。 当时狄机俯冲下来的时候,他就对着头打,狄机掠过头顶,他就对着机尾一顿突突。 当时脑子里根本没有其他想法,就是不停打,消灭敌人,把他们杀光。 不过在这次战斗中,一枚炮弹在蒋城附近炸开,他来不及闪躲。 炸弹爆炸后,一枚弹片扎进了他的腹部,当时肠子都被炸出体外,他忍着剧痛将肠子塞回去,继续拿起他的机枪进行扫射。 他明白自己来到战场是为了什么,哪怕自己就此牺牲,也要发挥最大的娱乐。 蒋城凭借着不怕牺牲的精神,打退敌人九次进攻,成功守住了阵地。 最终,蒋城歼灭400余命敌人,击落了一架底机,为我军取得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在完成封锁敌军运输道路的任务后,蒋城的心放下了,终于体力不知晕了过去。 最终在经过三次手术后,终于将蒋城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 在1953年伤病痊愈后归队,和其他志愿军模范一起被首长接见,并被光荣地授予异等功的荣誉。 1954年蒋城回国后,便驻扎在浙江省江山市,当时各部队营房紧缺。 于是,上级号召部队尽快着手建立营房,蒋城积极相应号召投身江山市的营房建设。 蒋城不管是在战场,还是在营房的建造工作上,都不辞心劳,对工作认真负责。 因此蒋城再度荣获三等功,直到1955年大财军,在部队中服役两年的他,就非常低调地复员回家。 在退伍的时候仅仅带了五样物品,一套便衣,一双鞋袜,一条毛巾,一块肥皂,16尺股票。 回到家后的他,绝口不提自己上过战场立过功的光荣事迹。 从此隐姓埋名34年,就连他的家人也对他这一段历史知之甚少。 其实只要蒋城将自己一等功的事迹说出来,镇政府一定会优先安排,并且可以得到一个非常优厚的待遇。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,复员后蒋城便开始每天下地赶浓火,可是日子总不能就这样过去。 于是便在空闲时间研究有没有别的工作,于是便发现了养残这条路,他钻研养残技术,随着时间的流逝,他也成为了一名养残好手,还被选为了乡里的养残老师。 为了带领大家一起养残致富,他从来不会另于分享自己的经验所得,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来到乡里的广播站,打开话筒就开始传授养残的技巧。 后来发现口头上的讲解很多人会听不懂,操作时会产生偏差,于是便开始进行现场指导,亲自去到乡林家中传授养残技巧,手把手叫绝,俗话说得好,要想复先修路。 1983年蒋城的家乡开始修路,把毛遂自建带头主持修展工作,不过路才修到一半,资金就出了问题,工人们被迫停工,看到工资没了着路,许多人已经动了离开的念头。 眼看着修路计划就要泡汤,蒋城站出来力挽狂澜,他对工人们许下承诺,自己能够解决钱的问题。 在蒋城的努力下,修路工程最终顺利完成,然而工人们并不知道,这笔钱是蒋城向银行借,一共联系贷本是2400元。 这在80年代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债务,但是他一声不吭地自己背起了这笔债务。 一直到八年后,这份债务到了最后期限,1991年信用社工作人员登门要债,终于引出了蒋城隐藏34年的丰功伪迹。 蒋城自己是无力偿还了,于是将自己的儿子叫到跟前说,付债子偿,自己没有办法偿还这笔债务,剩下的钱需要你来还了。 蒋城的儿子听到后十分震惊,但儿子蒋明辉明白,这份钱背后是父亲报效国家的赤诚之心,他下决心要替父亲还上这笔巨款。 在他省吃俭勇工作了三年后,才攒下了1000元,离凑起2400元还非常远。 那时蒋明辉已经23岁了,有一个交往三年的女朋友,两人已经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,在这种情况下,他不敢向女友谈录事情。 而那时蒋明辉有一套房子,为了帮父亲还债,他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关键时刻,偷偷地卖了房子获得了400元钱,自己则住进了单位的宿舍,之后还借了大量贷款。 蒋明辉的女友很快就发现了这件事,开始质问蒋明辉,但蒋明辉只是表示,那笔钱是父亲的贷款,自己有责任帮他还清。 女友知道后非常愤怒,凡问道前和房子都没了,孩子们结婚,一怒之下出走打工,两人的感情就此告吹。 但蒋明辉并没有放弃,最终靠着一颗真心感动的女友,走入婚姻的殿堂。 由于蒋明辉变卖房产,二人在结婚之后,只能住进女房嫁中。 在一些人看来,蒋明辉坐上门女婿会有些不好意思,但是,蒋明辉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国家做贡献。 所以并未觉得过意不去,此事引起了极大的轰动。 县力领导极为重视此事,和川日报还专门为蒋成写了一篇头板头条。 这么多年来,蒋成从未说过自己的战功,就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他。 竟是个一等功臣,政府得知了蒋成的身份后,为了弥补这些年来的亏欠, 特批蒋成享受正规编制的退休待遇。 这样一来,蒋成的晚年起码可以领到一笔退休金,生活也算是有了保障,同时还为蒋成申请了保障性住房。 但是,这些补偿对于蒋成来说无疑是飞水车薪,但是他却并不在意,如果他想要凭借自己的身份来获取利益, 那他大可早点将自己的身份公之于众。 今年蒋老已经是94岁高龄的老人,他还是一身绿色裙装, 头戴着绣有红色五角形的绿色军帽,早在几年前,他的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, 当时他神智,口齿都不太轻,尽管能够与人做简单的沟通, 但是现在他已经无法分辨出自己的亲人,即便是众人与他沟通, 他也面无表情,不会有任何回应,令人感动的是, 唯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响起,蒋成的脸庞才微微颤动,眼珠也变得炯炯有神, 头龙里依旧能够发出熊啾啾气昂昂这六个字,年轻时期的蒋成, 围着满腔肉血上一线沙底为国家处理, 中年时期的蒋成现身基建为百姓造福,即使冒跌之年, 他仍然忠于党和祖国,甘于为国奉献, 他一辈子任劳人员在田间深藏公寓, 正是因为有很多像蒋成一样的人,在国家危难之际勇往直前,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国家,在国家本庭之时, 他则归隐山林,是名利为粪土,默默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, 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,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。 同志